武侠的英国演员克里斯汀·贝尔 他到了戏外还是不忘发挥狭义的精神 因为他这回能趁到大陆宣传芯片的机会跑到山东 他说要见一下人权律师陈光诚 结果真的直接跳动到大陆最敏感的神经 果不其然他当场被警卫推挤追打碰了一笔子灰 贝尔最近到中国为张艺谋指导由他主演的芯片《精灵十三拆》做宣传 活动结束他突然跟着CNN记者跑到山东去 说要拜访他非常景仰的人权律师陈光诚 长期为堕胎妇女讨公道的陈光诚 一度被判刑坐牢 去年获释后被软禁在家 没有外人能靠近 更别说带着摄影机的阿兜阿了 贝尔已经被提名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CNN记者看中他的影响力 邀请同样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他 一起勇闯中国境地 没想到还是碰了一笔子灰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